这个是多少钱的 68的 68的 一只小公鸡下入锅中师傅都是三口锅一起炒 这锅已经炒得年年糊糊的了 给大家看一下 出锅这锅 完美 好嘞 师傅的动作就是这么的潇洒 它根本不影响 满满当当 这一盆是多少钱的 这盆是38的 哦 那是38 嗯 这盆是68的 嗯 白软鸡不一样 哦 鸡不一样 就是根据鸡不同来价格不同 这一锅给你们看看 做一个你看年糊糊的还夹着豆腐 师傅你这炒了多少年 20年 20年了 哦 多一年少一年都不行 你看这一锅加上那个 大葱和这个辣椒 炒鸡 鸡下入锅中一定不能翻炒 就是先在这煎的 这个是关键 你看 冬死这个鸡 你们谁吃过这么灵魂的小炒鸡 漂亮 小火鸟这么一串 完美 漂亮 师傅的表情是亮点 20年一直保持这个表情 好 加上炒鸡酱油 哎 哈喽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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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您好 您好 啊 终于现在活的了哈 哎 特别好 特别好 啊 都不认识 对对对对 吃过都说好 说不好都不在了 哎 对对对好 哦 是啤酒炒鸡就是这样 加上一盆啤酒 你看这多有感觉啊 再来看一盆水 所以说叫啤酒青花椒炒鸡 说的就这个 那这是劳山矿钱水 加的必须是劳山矿钱水 啊 啊 我我我全国各地跑 今天在青岛 啊 啊 我就青岛人 来 接着 接着翻炒 哦 这锅豆腐的你们看看 换一的已经年年成熟 好 再见啊 啊 出锅了 就这么快 看怎么的完美 啊 豆腐那味很浓郁啊 这一看就是老豆腐 漂亮 这个豆腐的多少钱啊 豆腐常买的 人的 啊 豆腐顾客自己买的 嗯 这是只多少钱的鸡啊 这是48的 哦 48 那锅是38 这锅是48 这锅是68 但是鸡的大小都一样 只是鸡的品种不一样 这牛 这牛 还不行啊 那师傅对这汤汁要求非常严格啊 还没到那种粘稠稠的感觉 还得再等一等 漂亮 你看好 哎 旺火收一收根 让鸡的汤汁粘稠 这才是整个关键 这个时候加上辣椒 蒜和葱 这就是青岛马路边炒鸡的灵魂关键 你把辣椒味 蒜味都给闷闷 闷到鸡里边 让师傅点头示意 代表我说的很正确 代表对我的观点的认同 好嘞 一点不着急 哦 完美 好 就这样黏糊糊的 就这样的一个小感觉 黏糊的 整个都过瘾了 漂亮 这是一只68块钱了 这是多小鸡 抖晕 谢谢观看 谢谢观看 谢谢观看